大家好 我是健康床是小季 您的健康大小事都是我的事 有一首歌是这样唱的 小城故事多 充满喜和乐 若是你到小城来 收获特别多 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歌星 他就是非常让人家很景仰 而且也风靡一时的邓丽君 那他过世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 他就是在他四十几岁的时候 因为有一次气喘 而他死的时候呢 手里还拿着这个支气管扩张器 所以是因为气喘发作 我没有办法呼吸到 然后他就过世了 所以气喘呢 这个状况跟这个问题 在现代也变成越来越多人 面临到的一个挑战跟困难 那最近呢 我一个朋友在开始跟我聊天 那他的孩子现在才一岁多 可是医生说 他现在有那种慢性支气管发生的状况 所以呢 他讲到说 有可能这个孩子要开始使用 就是有关于气喘的药物 那我后来跟朋友讨论一下 就是建议他可能要谨慎小心的评估跟使用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其实我们知道气喘就是因为我们支气管对呼吸不顺畅 那为什么他呼吸不顺畅呢 第一个就是说 如果我们的免疫系统不是那么好 那他的孩子就是因为去学校上课 在上幼稚园 所以呢 就是不断的被重复感染感冒 那导致于他支气管一直不断 重复的发炎 所以就变成一个慢性的支气管炎 那开始就开始有听到气喘的声音 就是呼吸不顺畅 那如果呢 从这时候就开始使用所谓的支气管扩张剂 或者是这种抗气喘的药物 因为有一些药物他会跟内固醇一起混合来使用 那支气管扩张剂他的一个原理呢 很多时候是使有一个叫做 β的一个交感神经的一个药物 那这个药物呢 他就会促使我们的这个交感神经 他的运作或者是他就刺激交感神经 那当交感神经被刺激的时候 我们的支气管就扩张 不过呢 这样子一个做法 他长期来讲会有一些副作用 可能会导致心剂啊心率不整 或者是有关于神经方面的一些副作用 所以呢 如果我们在这个评估的过程当中 孩子还这么小 那尽量可以不使用药物就不要使用药物 可是如果我们要营养素来调整的话 要怎么调整呢 因为我们刚刚讲第一个就是他经常感冒嘛 所以呢 我们应该第一个要先提升他的免疫力 因为当他免疫力比较好的时候 他就不会有这种经常性感冒 那支气管也会减少发炎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应该给支气管这些器官啊 一个足够的营养 所以呢 支气管的健康比较好的时候 他的恢复状况就会比较好 就比较能够有正常的一个反应 而不是变成一个过敏的一个反应 所以我就会建议他说应该给孩子补充综合营养素 就是小孩子使用的综合营养素 因为这个综合营养可以给全身细胞营养 那另外一个我也建议他可以给孩子使用鱼油 因为鱼油它是天然的消炎剂 那当孩子在这个过敏的一个状况 或者是有一点气喘的状况 那表示他支气管是处于一个慢性发炎 所以鱼油呢 也会对于我们的支气管很有帮助 那另外第三个部分就是可以补充乳酸菌 也就是所谓的益生菌 因为呢 我们全身70%的免疫细胞都是在我们的肠道 所以如果我们肠道有一个比较好的环境的时候呢 那我们的免疫细胞 它就会比较能够正常的工作 那也会提升我们全身的一个免疫力 那在我以前能够看到的一些案例当中 有一些孩子哦 像我一个朋友的小孩 他曾经就是都会气喘 然后不能跑步 也不能太过运动 可是后来借有营养素的调整 就是很明显的改善 那现在呢 去跑步啊 或者是运动 也不会再有这种气喘的一个状况 所以呢 我会建议就是说 在使用药物之前要审慎的考虑 那如果可以用营养素来调整是更好的